過夜一個晚上 OK嗎 開心 然後我就想說 我天不怕地不怕了不起就是 妳就跟他 然後就有點小貓了 然後就離開了那個鏡頭前面 就是鏡頭只拍著沙發 觀眾就看著沙發 就 A粉絲就說 妳猜他們兩個會不會怎麼樣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 顧子欣小子 我的節目是Dora好好玩 妳是旅遊直播主 對 然後 直播一年了 對 我從去年十月到現在 我來進行直播一年 然後我去了十個國家 來 我們看看他的照片 這是哪一個國家 這是什麼啊 這個國家很難看出來 這個從哪裡看 從這邊開始看 Bonjourgast 這是法國的電信 然後呢 妳是在法國那個船上 不是 這個是粉絲送我的禮物 送你郵輪 對 送我郵輪 妳在Bonjourgast 對 那時候我在 這是韓國 這是韓國的那個水產街 它全部都是賣那個 章魚啊 螃蟹 博的 小章魚吃過嗎 吃過啊 而且它 它別把它剪碎 它會這樣 他會在裡面彈跳 會不會黏妳啊 他會吸妳 對 妳講這個 また去 他是 冷視 我們剛剛有問到說 妳在飛機上直播 是 為什麼 其實是這樣子 那一次我是在澳洲直播 那原本我們的計畫是在墨爾本 就剛好有一個粉絲呢 他在那個雪梨 雪梨 就是悉尼嘛 他說我剛好在開飛機耶 要不要我帶你去澳洲繞一圈啊 就真的開過來 從雪梨開到墨爾本的小機場 然後我就跟他約好 我們就直接在飛機上直播起來 所以我是全 所以你朋友有飛機 對 我朋友也不是 他是在那邊租他們學開飛機 其實台灣也可以 對 台灣也可以學開飛機 據說好像在花蓮 台東玩 台東 對 那邊也有學小開飛小飛機的地方 那飛機後來呢 就是他就直接從雪梨 然後開飛機到墨爾本的小機場 跟他會合嘛 然後飛上去以後 一開始都很漂亮 我還這樣跟粉絲說 你看我們現在在飛機上 我是全台灣第一位 在飛機上直播的女主播 對 趕快給我禮物 來點點讚這樣子追蹤我 結果不小心就砰一個大雷 在飛機上騎雷 你知道很恐怖 你知道那個就是如果 飛機上有那個 那叫什麼 亂流啊 對 亂流 這個是雲霄飛車 對 很嗨 對 什麼意思啊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雷 是不是因為你在直播那個 對啊 電訊那個 才直播 那我開陣嗎 被電到 電磁波 電磁波這個是我沒有想太多 因為我非常興奮 在觀賞 摩爾本的那個 那有沒有打到 沒被打到在旁邊 那我應該就是 不會出現在這裡吧 那你那個跟黑人 對啊 那個四萬人在看 你們 這在幹嘛 我跟黑人的粉絲 然後也是我的朋友 他就很開心說 我跟你說 你香港人都不會玩 我告訴你 我住在香港的黑人最會玩 我帶你去香港離島玩 那個音樂festival 就是有一個音樂節在那邊辦 然後他就說 你願意跟我一起去嗎 我就覺得好酷喔 我就覺得說 哇 一個直播 然後還可以就是跟 而且跟黑人 這麼黑就有牙齒 這麼黑真的 牙齒 誰沒牙齒 誰黑人沒牙齒 只看得到牙齒 對 這麼黑的黑人 然後我人生沒有跟黑人一起 去直播過 我就說好 那背著我的背包 就跟他一起去 到了現場他就跟我說 欸 因為好像颱風來 剛好有颱風 他就說欸 可是那個 因為下雨很危險 所以可能呢 我們今天就要現在 就是飯店休息一命 過夜 對 要過夜一個晚上 OK嗎 啊 開心 然後我就想說 嗯 我天不怕地不怕 了不起就是 哇 你就跟他 我一路都開直播啊 所以很多人就是 就是在保護我啊 然後我們就開始喝紅酒 然後我朋友就開始 因為黑人很愛跳舞嘛 他們就喜歡就 YOU WHAT'S UP COME ON 來跳一下 然後就很自嗨 一邊拿著紅酒 他中文不錯 就跳起來了 對 然後就瞬間爆量 就大概衝到兩萬了 以後就有點小忙了 然後我們就離開了那個 鏡頭前面 就是鏡頭只拍著沙發 觀眾就看著沙發 就 直播人數衝到了四萬 有聲音是不是 也沒有聲音啊 就是 可能就是在旁邊聊天的聲音 這樣子 然後粉絲都很緊張很激動 就會有一些狹象還是什麼 對 大家就假的 就是有A粉絲就說 你猜他們兩個會不會怎麼樣 B粉絲說 要不要報警啊 我覺得不會怎麼樣 然後裴綠就開始嚇 然後開始丟禮物 一直砸禮物 一直砸說 看我A方 如果你不行的話 你就要砸禮物給我 這樣子 然後我隔天早上起來 他們自己互相打賭就對了 對他們互相打賭 開始丟禮物給我 可是今天早上又 就好像又驚醒 因為我們還是有稍微就是 我睡沙發 然後他睡床 睡 他還睡床 他還睡床 他還在喔 他還在 我們就是一個房間 然後就我們兩個這樣 所以就這麼刺激 韓國夜店拋衛生紙 是在 厲害在哪裡 我去了一間 這間據說是 Bitband他們去過的夜店 然後呢 場內非常多人 然後我們到了二樓包廂 然後我覺得很奇怪 是為什麼每一個包廂 比如說這樣做 旁邊就會有把一箱衛生紙 這邊 想說是讓人家吐嗎 耳塗好像可以拿起來擦 還是說OK 就是大家會那個 使用它 它濕了之類的 就跳舞跳很累 會身上會濕濕的 結果他們就跟我說 不是就是他們的娛樂 就是他們覺得 古早他們超顯足 就覺得衛生紙 是一個很奢侈的東西 所以他們要盡量的 往上灑 然後就很紓壓 對 代表你的身份 就很紓壓 一直灑 不夠然後就一箱一箱進 而且還不是一般人有 如果你不是包廂就沒有 對 對 你要撒撒看嗎 還蠻省錢的一個享受 你告訴我們這個訊息 我待會就把綠茶葉子還打一頓 讓我們這個地球 你們還不還寶啊 對啊 這樣死多少樹木啊 對啊 對嘛 要撒就撒錢嘛對不對 請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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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專業了 這個配備 對 經理配浪板 身材很好到真的 對 謝謝 宜蘭的風景太美 看過就回不去了 宜蘭 宜蘭 宜蘭太正 歡迎Peggy 歡迎Peggy 嗨Peggy Peggy妳好 Peggy什麼星座啊 天蠍座 天蠍座 妳是 妳對導遊不簡單耶 對 妳是帶台灣嗎 在台灣跟帶出國都有 出國都去哪一個縣 出國去歐洲 歐洲縣 歐洲縣是在遊覽車上的 對 妳是在歐洲耶 講解那個地理歷史 來下一張 土耳其人 對 在地下洞穴的時候做講解 好厲害啊 我是看後面這個人 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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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是走土耳其路線 沒有沒有 我還有 今天早上剛從西班牌回來 我早上十二點 對 中午十二點降落 然後馬上衝過來 所以妳現在還在時差中 對不對 對 昨天帶西班牙 昨天還在西班牙 今天就在這 西班牙很酷耶 西班牙 然後還會帶法國 然後荷蘭 比利時都會 西班牙真的有西班牙燉飯嗎 有啊 海鮮燉飯 它叫排亞 排亞 排亞 因為我們去四川都吃不到四川牛麵 住宜蘭住多久 住多久 我大學畢業之後 就一直住在宜蘭 因為我大學不在宜蘭念書 妳大學在 在外縣市 在台中 喜不喜歡衝浪 我喜歡 我以前高中畢業之後 就在衝浪店打工 就是暑假都在衝浪店 五個夏天 是喔 對 五個夏天 都在烏石港 請看一下 烏石港 唉唷 唉唷 這專業了 這個配備 哪裡 哪裡看得出來 哪一個配備專業性高 以及妳配浪板 身材很好到真的 謝謝 妳在烏石港 對 烏石港妳推薦一下 烏石港有什麼好玩 烏石港的話呢 除了照片看到可以衝浪以外 然後還可以搭這個賞金船 然後去看這個鯨魚啊 海豚 鯨豚類 然後還有這個飛行傘 就是妳可以從山上 然後跳飛行傘 對 投城烏石港 然後降落在這個海灘上面 可以看到海景很漂亮 然後最重要的是 就是妳玩完一天很累之後 妳還可以吃新鮮的海產 請問一下 有人要用高薪挖腳妳離開宜蘭 為什麼 對 因為我有時候帶團 團上會有一些就是老闆 或是比較有錢的人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會說 妳這樣子就是外文能力這麼好 然後那個解說能力什麼都不錯 然後口條也不錯 然後就想要挖腳我去台北 然後當他們的私人秘書啊 或是什麼的這樣子 真的假的 對 因為他們說秘書會需要 就是外文 外文能力 當然 然後口才這樣子 那他會給妳很多錢嗎 就是導遊的兩倍到三倍上 那還不去 所以妳就是只愛江山 不愛這些金錢就對了 對 我愛山 愛海 愛大自然 是 對 為了大自然留下來 妳有男朋友嗎 沒有耶 那妳的男朋友一定要就是很健康 很大自然 對 一定要 要跟我一起去衝浪 那妳喜歡露營嗎 露營喜歡 最近好像很流行露營 對 最近很喜歡 還有最近我在看很多地方都舉行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覺得全台灣的每一個海灘都要舉行 就是要淨灘對不對 對 就是要保護環境 妳們多久進一次 大概一個月左右會舉辦一個活動 那我是看我有沒有團 如果沒有團我一定都會參加 使用這個環境 那妳要還給這個環境最原始的樣子 將來萬一妳結婚了 妳的老公不願意住宜蘭妳怎麼辦 吹他 我還是會盡量起他的腦 譬如說每個週末 帶他去看看這個大自然 去爬山啊 然後去看山看水啊 不一定要重浪 可能就是去海邊啊 陪小朋友去沙灘玩什麼都可以 就是慢慢讓他喜歡大自然